NYONG IMPROVE IMPROVE 我要你們表達一下自己的立場 面對氣候變遷 我能夠做的事情很有限 如果你要一個人就是很天不開 這樣子也是只有影響一點點 就只有一半人 小班都沒關於好那要怎麼關於 大人可能不會那麼專注 聽小鳥講話 那個什麼小小一隻的 色族小看 那個聽他們講話說的是 就費時間啦 很多人都覺得說 反正我省別也會要省啊 所以現在大家都不省 現在我們上學這家的課程 就是每一個地方都會 跟正在生活的實現 他沒有那麼有選擇 他就是可能是 有可能是 你負責要做 或者是你就是為了賺錢來做 你要做火雷事 而且你要考慮到政府 給你一個政策 你跟你同學在普通的時候 可能跟他想到普通的時候 跟他想到普通的時候 就很難去支持你 所以你要花很多精神去普通 不要跟他普通 不要跟他普通 越來越多你懂的時候 才是正確的選擇 現在我改變了我的立場 因為我的變化就是已經有了 沒有辦法再進去考慮 只能租職以後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政府也是只有一個國家 要全世界一起來 一個人坐起然後可以影響別人 但是影響的人不一定是很多 高困難自己的能力沒有那麼夠 就是影響的那個人 不要可能會去特色去影響別人 這個民主就會有 很多人去實現那個問題 其實小孩都可以超小的 超小一點點 每降0.5度他的那個氣溫升高 也就差了很遠 像我們現在其實也沒有必要開冷下 外面也沒有很冷 孩子在倡議的過程中 都遇到很多的困難 他在寫下他自己紀錄的時候 他竟然說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有用的人 我好像對社會有一些的幫助 感覺我好像是未來社會的柱子 這樣的課程一定要繼續做下去 我們要一起好好的守護我們的地球 同時也要謝謝歐萊德 喚起我們這樣子的意識